今天很高興的跟大家宣布 剛剛跟丁特吃飯 吃火鍋吃烤肉 因為館長賣你們的肉 我一定自己吃到爆 我每次客人來都是吃 阿管賣的海鮮阿管賣的肉 我們賣的烤盤 跟我們的火鍋 招待客人 剛剛跟我吃了蠻久 也談到了 今年2022年 我們二月就到約了 然後續約一年 支持他的BYG戰隊 同時支持台灣電競選手之外 也支持丁特 也把丁特簽下來 當我們的品牌形象代言人 就是notorious 所以今年我們丁老闆 他是個老闆 他是特老闆 特哥 他今年有兩個身份 一個是BYG 的老闆 再來就是我們的 notorious 品牌代言 品牌代言人 notorious的品牌代言人 那他未來也會在他的Youtube上面 Youtube上面 直播上面去幫我們做一個品牌形象廣告 然後幫我們每個月提醒他的粉絲 來開賣囉 來開賣囉 這樣子 希望大家 大家可以支持阿館 那未來 最近還要找Stanley Stanley來當我們那個notorious的形象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健身房的代言人 Stanley呢 最近我也要開始教他打格鬥 那我想要給Stanley 我先找他吃飯 未來什麼看 當然我們是以簽約的方式 以簽約的方式 他當我們陳吉思汗 健身房的代言人 他是最好的代言人 外面的健身房都找什麼 都找 帥哥美女 我相信大家都看膩 找肌肉男 問題是 我講實在的你他媽你一輩子也練不出這樣 真的很多人啊 我們找這個實際的 最實際的就是 Stanley 170公斤 在現在歷經兩個多月快三個月 現在在陳吉思汗已經到140 現在逐漸到138 139 他現在 在進陳吉思汗之前是170幾公斤 現在已經來到了 139 138左右 有我們的教練團隊 精心幫他規劃 整套的訓練課程 那他是我的最佳的代言人 那 我在這邊開出一個 我未來跟他談啦 但是我在這邊當老闆的人吧 他如果未來在陳吉思汗運動 瘦到100公斤 因為我們贊助 現在我贊助他場地跟教練嘛 跟我們的專業嘛 我都免錢的 喔 那接下來如果他可以瘦到100公斤以下 看什麼時候瘦到100公斤以下 喔我們馬上 發出一紙合約 邀請他當陳吉思汗的代言人100萬 獎金 100萬 100公斤以下 獎金100萬給Stanley 當我們的陳吉思汗的代言人就是100萬 就是送他啦 喔 就是掛著嘛 就讓我們使用他的肖像 當我們的代言就100萬 只要他瘦到 100公斤以下 就100萬獎金 幫他訓練還給他錢 他實在是太無情啦 哎唷喂啊 館長 館長實在太無情啦館長 哎唷喂啊 太無情啦館長 所以他現在還有38公斤左右的目標 這個實在太無情啦 太無情了館長 太無情了 哎唷喂啊 好不好 所以 也請大家支持 Stanley 如果大家有去看 Stanley的台的話 真的要幫他加加油 這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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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公斤 很快的 我要他健康的瘦 他從頭到尾來都是很 很緩慢的很健康的 以我們的專業 他訓練也是 逐步漸進式的 逐步漸進式慢慢慢慢的帶他訓練 足以 足以見得 陳里思汗是一個 非常全台灣來說數一數後的一個非常非常 無論你是要練健身 瘦身 還是練任何的品項 我們都 非常專業 那由這個名人 我們僅花了兩三個月時間 就改造了他 幫他身上消掉了 30多公斤的肥肉 接下來的下一個目標再消到40公斤 未來 時代是 Stanley會帥到不要不要的 帥到不要不要的 好不好 有沒有 所以我這目標定在100以下 100以下是很健康的 好不好 100以下是很健康的 所以大家 38公斤 就我來撿 阿管來撿 我也很快 我最近也一直在瘦 雖然我的訓練力量 掉很多 因為沒辦法 因為 當你要做 減碳 熱量赤製 我曾經跟大家在多年前就跟他講說 這個觀念 你今天要降重 你今天要降脂 同時他 一定同時掉肌肉 那你要減碳你要做熱量赤製 你就是沒有力量 所以我現在就是 練健美式的 要多阿管 那未來我也會說到 105到100以下 我自己也會說 因為年紀有了 開始走行男路線 腹肌路線 我也要開始賣腹肌了 對對對 我也想要賣腹肌 之前腹肌出來了 現在又開始有點模糊 之前常常動不動就是先衣服 對不對 先衣服嘛 現在還是有一點啦 腹肌 先一點 現在沒有胖了 大家看我臉都尖了 所以我現在持續都在做 瘦下來的動作 因為畢竟 大重量也玩了好長一陣子了啦 從 從 35歲玩到現在 已經 7年了 那 大重量的世界 我也很愛他 但畢竟 館長不能再這樣吃了啦 畢竟43歲了 接下來要往比較健康的路線走 所以要變成一個比較 雞肉 玩雞肉的 玩比較多雞肉 然後再來是我的腿啊 當然 我未來還是希望可以 有朝一日蹲到250公斤 給大家看 這是我的 算這輩子的志向吧 重新蹲回250 好不好 謝謝董內 謝謝 重新蹲回250 也許有一天我蹲得回去 再給我兩年時間 反正我不會死掉的話 我都應該都有希望可以做得到 好不好 那我現在還是很操啦 我現在還是對自己很 我身上這件是預購款 沒有賣後面有個大骷髏頭 後面有個超大骷髏頭 這個是上個月的預購款已經沒了 我還是會替自己加油 喔 謝謝謝謝晚真謝謝 所以大重量我以前的成績都落在 我相信非常多人看過我的IG 我有做過一些非常誇張的運動表現 無論是扛重負重推重拿重 我都一直在試 謝謝董內 謝謝馬來西亞的朋友 謝謝 那我首先 進入我們今天的聊天環節 我今天無論如何還是回歸 回來跟大家聊個天 首先也開心 跟丁特簽了這個約 然後接下來希望Stanley可以 非常健康 未來我們在網路上面 會越來越發光發熱 我們的品牌也會 持續向前邁進 所以請大家務必一定 要繼續支持在新的一年裡面 支持我們的品牌 台灣製造台灣驕傲 然後誠信第一 館長永遠負責任 所有的商品 都是一樣 那今天跟丁特聊天 其實他也聊了蠻多 TOYS的事情 很多不方便在這邊講 總而言之有 總之 我只問丁特蘇 他有跟你道歉 他說有 TOYS有密他 他也有回他 算了就不用 就這樣就好了 所以剛剛有一些 應該不是他的粉絲啦 應該是他的跟我的粉絲啦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不怕沒有男粉嗎 不會啦 男粉是基本盤 男粉基本盤 好不好 就 就 TOYS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也不用再追 我也說說是表示過 我的意見 那我希望就是說 當事人丁特 他也是 算 他還是一句話 他說朋友 他也是 沒有講很多啦 反正他就是 很 辛酸啦 他也是 就這樣 然後跟他聊一下 他怎麼炸的 他說 他就去就看他買20幾副普克牌 全部都是那種隱形藥水普克牌 就是那種 隱形眼鏡普克牌 然後就聊了蠻多 他覺得他應該是不是為了錢 他應該只是為了 那種快感吧 丁特他自己講的 這是丁特跟他的事情 那 如果TOYS要找的話 就是 就是要表現你的誠意的話 我是 丁特 然後還有 Stanley 這兩位你的 無論是隊友 10多年的香蕉 好朋友 我覺得 無論是私底下 或是台面上 還是希望TOYS可以 給他們兩個交代啦 不用打給館長 館長就是這 跟統神一樣 吃瓜觀眾 只是我的台 有人看 吃瓜 實況主 當然 很多事情因為我們身為一個 大家都知道嘛 時事評論員 所以這種事情 我們多多少少會 講一下 講完了就算了 你跟我也沒有什麼仇恨啦 所以說應該是不用找我啦 應該是要找丁特啦 或是找 另外一個當事人 就是被你炸毒的那個 那至於說 你未來你也會比較忙 我相信未來你也會比較忙 因為 就我 就我對台灣刑事案件 民事案件 這麼了解來說 你一省二省三省打到底 你差不多可以在外面 最多最多啦 兩年 所以這兩年 這兩年的時間你要加油 看能不能讓台灣的觀眾 那我相信也非常多台灣的觀眾 看你剛出來的時候 你看一天抖內28萬 也做得相當不錯 所以說努力做努力賺 應該可以彌補 應該可以彌補這個缺口啦 律師費等等的東西 那你不准什麼的是 一定的嗎 是一定的 那最終 最終 官員在那邊勸你啦 我以前在混的時候 我身邊很多好朋友兄弟啦 最終還是得進去 有時候 你在外面 多久 有時候該欠的債 進去緩一緩 就是沒辦法嘛 遇到了嘛 那就 欠去緩一緩 沒辦法 畢竟 台灣是一個法治國家嘛 畢竟判了 你就是要去履行這個東西 喔 那出來重新一條龍嘛 也許你 日後悔悟 不再這麼做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 你說 我把你當什麼 當朋友當什麼 我是不這樣認為 我沒有辦法 不好意思啊 炸毒這個東西 在我的人生當中 是犯了大忌 你說販毒 你說 吃毒 我 你家大混我看一堆的啦 我是麻木麻木的 但是 但是 對自己的朋友下手這場事情 我是絕對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所以說 你的粉絲 在你還沒關出來之前 在你剛剛被抓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問你的粉絲啊 我都沒有落井下石 聊天室的各位可以作證 當你當初 販毒被抓的時候 館長來說 都沒有落井下石 也沒有罵你半句 真的 你可以問你的粉絲 或是我的粉絲 我都說 這次 遇到了 看他怎麼處理 我都沒有多講 可是當你出來的時候 又爆了這個炸毒的事情 我就有很多話要講 因為畢竟 我把丁特當作 自己的 年輕人 就是 自己的 好朋友 丁特我也認為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我也把 他認定為 他是我的好朋友 而且是一個有為青年 而且 敢扶持台灣電競 所以我每一年 這年是第二年了 我也當他的sponsor 大家一起往前進 共同往前邁進 這樣子 互相扶持 好朋友就是這樣子 那既然我把丁特也當作 自己的小老弟 好朋友 你不要說我 占他便宜 丁特30幾歲 我43歲 叫聲小老弟不為過 就像郭董說 你要叫 Uncle 還是要叫 Father 不為過 不為過 是不是 他這樣講 我當然是 就像廖董 剛剛看我的廖董 他說 小老弟 自己小老弟 自己 他年紀也可以當我 早一點修感的話 廖董搞不好可以 也可以當我的爸爸 對不對 這個年紀 就自己小朋友 是不是 小老弟 這不是吃 豆腐 我又有的酸民都會說 館長的大哥 真的很多啊 柯文哲他大哥 柯文哲本來就要叫大哥 不然柯文哲叫什麼 小人的喔 欸 小柯 你娘七八的 出社會 對不對 侯友宜也是他大哥啦 廢話 侯大他媽的 自己老大 大臭 當然叫大哥 給你娘勒 不然勒 小猴子啊來 唉唷呀小猴今天歡迎我們小猴跟 館長小猴來跟瓜哥做直播 小猴 怎麼管理市政啊 小猴子啊 臭你媽的 你沒有禮貌嘛 你怎麼幹死 當然要說 王定宇 年紀的 哪一個年紀沒比我大 還要再講嗎 是不是 要唱歌了喔 夜色茫茫 星月烏光 是不是韓先生來了 他也是 我也是叫韓大哥嘛 不知道叫什麼 小韓啦 小韓啦 水好不好聞啊 書好不好爬 懂我意思嗎 出社會嘛 講話嘛 幹你娘勒 要尊重別輪嘛 就好像人家看到我叫聲館長 他在家裡面 叫小館我沒有意見我聽不到 叫他媽那個王八蛋館 雞八館 媽的狗兒子館 超你媽的狗兒子館長啊 我都沒意見 因為我聽不到 你在沒有面前講我就有意見了嘛 是不是 好不好所以說 不要再說館長攀親戴氣 攀你媽雞八 帶你媽個雞八 事實上就是有認識嘛 而且還媽一年還花了雞 不要說多少錢啦 一年還花不少錢啦 是不是 好朋友嘛 互相扶持嘛 小老弟啊 這樣可以了吧 真的有認識了吧 我也把Stanley當作 當作自己的嘛 Stanley我們也是 趁他熱度 是不是 但是我們有給錢嘛 我們有 花錢在他身上 教練費啊 什麼的嘛 我們才敢講嘛 喔 我這個人就是 有花 有花心思 有花 成本 我們才敢跟人家 倒丁 喔 喔 絕對不可能是 對不對 沒有什麼就跟人家到底稱兄道弟 我這個人也不喜歡這樣 喔 沒有錢當朋友可以 大家不要講錢 有空自己吃飯有緣的話 但是我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啦 你看 我剛剛 才忙完 我下午練生 練完馬上奔去跟丁特開會 開完會之後 馬上再開一個臨時會議 喔沒有在找丁特之前先健身 健身完之後開一個臨時會議 今天跟蝦皮開會 然後再開手錶會議 然後就在 直接跟丁特吃飯談合約 然後再奔過來開直播 我也很忙啦 謝謝大中夭的 斗內謝謝 謝謝喔 好不好 謝謝喔 謝謝晚真的斗內喔 對 謝謝晚真的斗內 他不是我員工 你是說我員工 很多地方的媽媽都在看 不要這樣子羞辱人家 好不好 很多 地方的媽媽 心裡都說 要不是我結婚了 我就嫁給館長 是不是 國民老公自漢嘛 是不是 另類國民老公嘛 你不能國民老公永遠自那種什麼 金城武啊 什麼你媽個雞巴 長的他媽的咧 是不是 對不對 是不是 不切孰祭啊 對不對 沒有 對不對 是不是 每一個人 有人吃甜 有人吃鹹嘛 有人要吃大人吃嘛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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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說 我們也有樹藏的啊 對不對 是不是 你的帥是這個帥 我們的帥是不一樣的帥嘛 我們也很帥啊 啊那位啊 是不是 怎麼說